大家好,上一期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丝瓜 三天之后就可以采摘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看下这个丝瓜已经刚好成熟 我们就可以摘掉了 像这种瓜条生长的不老不嫩 给它摘掉刚刚好 看下这条瓜条非常长又大 我们直接从这个位置给它剪掉 看下一下子剪了三四条丝瓜 又可以做一餐 虽然这颗丝瓜不断的孕入花蕾开花 但是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瓜花不断的掉落 由于这段时间雨水特别多 把这些花朵给打上来 这样的话就会减少后期的产量 这时我们就要做好保花保果 才不会降低产量 那么我们要如何给它保花保果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每七到十天 给它试用一次这种磷酸R清钾 给它喷湿叶面或者是交往根部 不仅有效的促使花芽分化的很多 而且也可以增加脊柱的抵抗力 还有抗病能力 这样脊柱强壮了输送的养分充足了花朵 还有肉瓜形成的多 甚至也会减少一些病种害发生 我们使用非常简单 只要一比一千的比例 直接给它喷洒页面 像这些我们要屡屡外外的给它喷洒 喷的时候最好选择在早上 或者是在傍晚的时候给它喷湿 这样就能让它快速的吸收 因为丝瓜这种植物它比较使肥 使水的只要满足生长需求了 就会提高产量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